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严宁 你不能喝酒 喝点水就行了 少喝点就行 意思一下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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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个微信吧 顾寒 好啊 我没看错吧 幽育王子 竟然同意别人加微信 可先看一下你朋友 我们顾寒特别敬业 既然大家一起录节目 当然要搞好关系啊 严宁更是 我跟你讲 我们严宁人特好 回头咱们合作起来 你就知道了 我们顾寒也是很好合作 多多照顾 多多照顾 来来来 老大 不如你也和严宁姐喝一杯 真是十年了 你们还是第一次合作吧 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认识 我们是发小 我把她当闺蜜 她把我当哥们 今后多多指教啊 朋友 多多指教 我喜欢 我喜欢 你 唱 我喜欢 声音 有点音乐 可以 可以 如果是有点音乐 我还有一点音乐 是 这点音乐 有点音乐 什么 爱情清楚 这是一种心理催眠治疗 能消除严宁对你所有的好感 他呀 这回是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了 也好 以后你就不用再觉得尴尬了 既然他对顾寒有好感 你就看在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帮帮他吧 拜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吧 我来我来 梁哥 坐坐坐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没事没事 我来我来 元宁 没事没事 我送你回家吧 好啊 那麻烦你了 走吧 等一下 我有东西忘拿了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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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单独完成 沈道 你这些问题 不会涉及到我隐私吧 你知道的 现在在规范演艺人员 从业自律问题 我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所以 还请你如实回答 说吧 你分别是在几岁谈恋爱 初恋是在什么时候 又为什么分手 没谈过恋爱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严宁那种 你喜欢严宁 你呢 我 沈道 你这测谎仪是不是坏了 我还没问他就红了 我们只是朋友 朋友啊 那 那就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他 不是 你的喜欢会不会草率了一点 沈道 是你说要搞一个真实的恋爱综艺 让嘉宾找到真正的爱情 对吧 那我觉得 我现在找到了 神岛 你去帮帮帮忙吧 我的爱情啊 就靠你了 顧寒和老大 都是幻觉 幻觉 老板 你为什么换掉我的节目啊 童雨昕 你腿都伤成这样了 这还怎么上节目 主持拐区相亲 那可是沈植舟 他是天才导演 拍的每档节目都爆火 而且他还是沈承风的儿子 老板 你知道我有多想转型拍电影吧 我不管 就算是当飞行嘉宾 我也要去参加那个节目 你先把伤养好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老板你别走嘛 那老板 那我去探班总行了吧 老板 下回吧 老板你别走啊 老板 严宁作为我的同门师姐 就算我伤了脚 也要来给她的新节目捧场 严宁一直以高冷女神著称 这次却上了恋爱综艺 你知道她过去有什么感情经历吗 呃 她的感情经历挺复杂的 我好像听说她最近刚失恋 呃 这个 是可以说的吗 不如展开说说 对不起 录制现场谢绝采访 真的不可以 不好意思啊 秦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探班啊 诶 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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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我来两期嘛 当飞行嘉宾也行啊 你这腿伤怎么拍啊 这很快就会好了嘛 或者你就只拍我的上半身 反正我的脸已经够好看了 行不行吗 沈导 沈导 哦 诶 好 各位们注意 准备开拍 欢迎收看《完美心动》 倡导《昏运新风》 建设幸福家庭 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为了初次的约会 三位男嘉宾都准备了一份 与约会有关的礼物 请女嘉宾们 选择自己新衣的礼物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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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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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寒 不要辜负他 放心吧 放心吧 好 请各位女嘉宾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吧 六位嘉宾已经进行了初次配对 不知道第一次约会 能否让他们找到真爱呢 好 看 沈导 可以啊 配对成功了 要不 夏成再帮帮我 沈导 你就再帮帮我嘛 严宁喜欢什么 你给我透露透露呗 再说点 沈导 沈导 喝水 沈导 沈导 你就再跟我说一个 行不行 这俩人什么时候这么熟啊 没事吧 不用你装好人 不用你装好人 不用你装好人